第137集 熊飞窝了一肚子火 整个第八区啊 那八九千人浩浩荡荡 闯出的景象 到现在还让他眼晕呢 都是熊孩子折腾出来的 让他抓狂 毫无疑问 这次世界让补天阁成为了焦点 外界都在议论沸沸扬扬 人们继续前进 陆续看到一些少年天才 有人负伤 丢掉了补天石 有人手中吃这几块 收获慎风 结果各不相同 虽然总体来说 他们都很强 当得起天才二字 但是却再也没有一个 如银袍少年这般恐怖的人 差距明显 嗯 木族这个孩子不错 积攒了九块补天石 听说此前已经积攒了七八块 可惜遇上了萧天被夺走了 卓云长老点头 终于又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孩子 天才 逐渐现身 慢慢的集中向一起 而在这个过程中 补天阁的几位长老却猝起了眉头 这片山里也太乱了 古墓被毁 断树残枝到处都是 甚至有的山头都塌了 到底发生怎么样的暴动呢 一位长老低语 我怎么觉得有兽朝冲击过呀 而且大黑也来肆虐过 他急忙找来一位天才询问 什么 真有兽朝 教授古恶 三足龙鸟等都暴动了 补天阁的长老吃惊 而后继续深问了解原因 你是说 曾经看到一条模糊的身影 主动去招惹了那几头凶手霸主 导致他们暴动 熊飞长老眉毛一条 一个天才站出 严重看到一个背景 四处招惹凶手 结果引发了一场恐怖的暴动 众人哗然 这也太邪乎了 纵为天才 面对这些凶手霸主 也要退避才对 怎么会这般的主动挑衅 实力还真是恐怖 继位长老 脸色不是很好看 这片山脉 被冲击的七零八落 凶手霸主暴动 破坏力实在是惊人 你是说 那个人在地上用力依他 纵身而起后 直接超过了山峰的高度 可以横跨过山岭 补天阁的长老 从少年天才口中 得到了一则很有用的消息 没错 一个少年点头 众人那是面面相觑 而后心中同时想到一个人 一定是那个人神共分的奶玩 奶玩 这熊飞长老是声嘶力竭 大声吼道 他很气 也很激动 这证明 那个小东西在这里 另一名长老 也跟打了鸡血一样 异常的激动 准备行动 给我逮到他 淡定 淡定 卓云长老开口 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虽然心中早已难耐 恨不得立刻出手 但是不能这般破坏气氛与形象啊 几位长老相互对视 而后一笑 既然他进来了 难道会跑得了吗 只有补天时就是我补天阁的弟子 以后怎么收拾不行呢 诸位 我们去观赏宝要 一会儿再去见见那个玩儿 卓云长老很从容的说道 众人点头 嗯 大善哪 全都比较满意 很是期待 第二战场的天才也加入进来 一群人浩浩荡荡 向着山脉深处进发 沿途观看这片试炼战场 默不点头 诸位 快到了 这株药已经生长了八百年了 很有可能 在千载药灵时慢慢的蜕变 卓云长老介绍到 终于到了山脉深处 前方一片空旷 地面干硬 黑雾弥漫 似乎有一个巨大的地窟横梗 甚是恐怖 好强啊 这是真正的黑胡杀 天哪 这么庞大的一头黑虎 比太古一种纸强不弱 很快 人们发现了一对硕大的毛子 在黑暗的地窟中亮起 宛若两轮血跃 映现出来 令人悚然 极度的恐怖 卓云长老 气度雍容 十分淡定 他好整以下 缓缓地抬起手指向前方 诸位 请看那边 突然他的手指头僵硬了 充满亲和力的笑 转眼凝固 柔和的毛子插那间瞪圆 他差点昏厥过去 那里呢 有一个坑 黑纱连不见了 被人连根带净叶 一起给挖走了 天傻的 要要要要呢 宝要呢 卓云长老所有的淡定与从容都不见了 像是被人踩了尾巴跳了起来 额头上青筋暴跳怒吼连天 卓云长老狂化了 仿佛化成了上古狂人 一群人目瞪口呆 卓云长老好恐怖啊 大嘴一张狂笑不止 真的天底都在轰鸣 这跟不久前的温文尔雅 一幅淡定与从容的样子完全不同了 所有人都忍不住倒退 生怕他发狂而乱伤到人 爷爷 卓云长老他怎么了 是在施展上古的犬魔宫吗 好可怕呀 一个部落的孩子 牵入自己祖父的衣角 小脸上带着巨翼 这差不多吧 部落的祖老支吾着点头 黑沙莲药在哪 卓云长老大吼眼睛都红了 两步就迈到了地窟前 四处寻找 补天阁其他几位长老 也火烧屁股一样 快速的冲了过去 他们满头大汗 急怒攻心 看到那个坑 每一个人都眼前发黑 有种想昏厥过去的冲动 一株宝药啊 若是一般的也就罢了 这株很有可能会蜕变 成为至宝圣药 怎么就这样没了呢 你天傻的 谁给盗走了 雄妃长老也是气急败坏 众人无言 原本是为看宝药而来 不曾想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幕 黑莲丢了 几位长老呼啸跟风魔一般 他们身如闪电 迅疾无比 在这个地方搜寻 想要找到一些线索 来自一个大势力的管理者 轻微咳嗽了一声 真有报要吗 有人这样质疑 补天阁的几位长老 自然更加抓狂了 这次真是丢了颜面 原本想显露部分抵御 结果闹出这样一个笑话 他们恨不得 立刻将人给揪出来 谁做的 谁做的 卓云长老还在狂笑着 朕的人耳朵生疼 他恨欲狂 这也太寒碳人了 正是他邀请一众通道来一次 结果却这般的令他无言 地窟中 黑狐走出 那庞大的身影 让每一个人都颤离 太过恐怖了 其躯体高过山峰一截 这也太吓人了 他通体乌黑 皮毛很长立在那里 如一座黑色的磨山般 射人心魄 一双血眸巨大无比 冰冷地俯视着众人 而那地窟中 还不时向外喷波黑色煞气滚滚而出 宛若来到了地狱的出口 令人心惊胆颤 黑狐一出现 几位长老都不禁心惨 不敢对他无礼 因为这是一头能征战太古一种的巨兽 实力强大的吓人 当年 净土中一位公餐造化的老前辈出手 毁掉宝具 费尽心机才将他降服 黑狐咆哮 万山摇动 不少人吓到胆寒 几乎要栽倒在地上 尤其是一群孩子 更是脸色发白 何曾捡过这样 比山峰还高大的梦兽 他传出一道巨大的神念 告知了雄飞卓云等人 几位长老牙疼 肝疼 胃疼 调虎离山之际啊 这计谋 这名字 还真是专门吭虎的呀 黑虎 慢慢的退进窟中 消失不见了 直到这是众人才 尝出了一口气 这也太吓人了吧 那种微压 令人呼吸都很艰难 一查到底 赶紧寻找线索 雄飞长老喝道 他感觉耳鸣眼花 这两天发生了如此多的事情 都快将他折腾到崩溃了 想到折腾这两个字 他脑海中一下子 出现了奶玩这两个字 顿时气急败坏 你们说 是不是那熊孩子干的